加泰隆尼亚闹独立让西班牙陷入40多年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 在中央和自治区领导人隔空喊话多时候 星期五 加泰隆尼亚议会正式举行全球关注的独立动议表决程序 就在表决开始之前 一些反对加泰独立的社会劳工党 人民党以及公民党议员都退席抗议 不过这并没有阻止表决程序 加泰议会最终以70张赞成票 对10张反对票以及两张弃权票的情况下 压倒性通过了从西班牙独立建立主权国家的议案 表决后 议员们在议会厅内立正唱起加泰地区的国歌 情绪激昂 独立运动的最大推手也就是自治区主席普伊格蒙特 终于促成地区独立 表明一切程序合法 当他走出议会时 更是受到大批民众的欢送还高呼主席 Un parlament legítim, un parlament sorgit de les eleccions del 27 de setembre ha fet un pas llargament esperat i llargament lluitat la immensa majoria dels representants polítics legítimament escollits 就在加泰宣布独立一个小时后 马德里参议院也马上对加泰地区采取强制措施 第一就是启动宪法第155条文 剥夺加泰隆尼亚地区政府的权利 由中央政府直接接管加泰隆尼亚 除此之外 中央政府也解散加泰议会 开除加泰主席 并责定在12月21号举行选举 而国际社会方面 欧盟已经表明 不会承认加泰隆尼亚 而美国 英国 德国 法国等 也一面倒地支持西班牙